快刀流陈咬金是什么 一种带弱化出攻速鞋搭配电刀无尽宗师破军 把输出拉满的玩法 至于有多强中后期两刀一个脆皮 三刀一个积极国王 看完视频一定让你重新认识陈咬金这个英雄 大家好我是群民美德校外 这是一军王者53星排位赛 进入游戏发现对方旅途出了辅助装 那与我兑现的肯定是装周了 老粉丝应该都知道 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最喜欢玩吸血鱼了 吸血鱼在出完吸血酥和闷眼之牙之后 顽刻陈咬金 但仅限于出肉的陈咬金 那这局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直接出全攻击装 一级铁剑出门 学二技能直接去打这个陈剑装周 在他二技能不断消耗我血量的同时 我的攻击力也因为被动的原因飞速上升 他拿到小河蟹 我拿到医血 有的朋友可能看不懂我的伤害 秘密全部在我视频最后的名文里 这边将几牙来抓丝毫不慌 等他交完二技能 我们再用一技能减速 同时开启弱化 普攻加二技能直接打残 很可惜他闪现逃生 这边弱化时间到了 他还有减速 先战略性撤退一下 看得出来这个江子牙已经被吓坏了 不敢继续追了 那我们回去吃个血包 用半管血再跟装周打一次 我先声明一下 我这个套路不是上分用的 大家有时候排位赛打累了 可以娱乐一下 当然如果你的实力碾压你目前这个段位 你可以用这个套路来上分 如果说你打排位上分有些吃力 那还是出肉比较好 毕竟这种打法 对走位意识操作的要求都比较高 这边继续跟装周对线 血量越少 伤害越高 很可惜差点把他给秒了 本来打算四级月塔 把他单吃 但是我们队友看到残血 全跑过来了 我好烦啊 这边到达四级 一技能还在冷却 先不月塔 过去把小和蟹吃了 给李白发开始撤退 这个人头不是你该拿的 李白一手一技能 二技能直接收掉人头 我笑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 打个比方你写作业 这到底本来会做 但是旁边有个人非要来教你 最后你做对了 你还要感谢这个人 跟大家开个玩笑 能帮你上分的队友 都是好队友 这边庄周还想打和蟹 那我们等他交完一技能 再用一技能突进 之后二技能不断普攻 在一隔血的时候 开启大招 普攻二技能继续追击 可以看出来他还是挺肉 最后一技能月塔 普攻成功带走 这个弱化千万不能乱用 像中期有经济压制 单挑的时候一个大招 对手就打不动了 庄周复活 继续来找他单挑 由于庄周二技能可以叠加伤害 并且他还出了法强 那我们在两隔血的时候 就要开启大招 防止被他给秒掉 这边继续追击 刚用完一技能 发现江紫牙 我笑了 开启弱化 吃口药 祈祷江紫牙 不会玩 好吧 他一个大闪 我没了 不过没关系 马上给大家看 我是怎么秒江紫牙的 中路发现奇异国王 我们一技能普攻 二技能跟他打个招呼 先不急着月塔 江紫牙可能在后面 观察他跑路方向 他百分之百去刷野怪了 估计看到我下路一键 觉得我不可能去抓他 这边开启大招 加速同时防止被他秒掉 先给个二技能 之后一技能突进 普攻拿到人头 先用程晓晶打猴子 尽可能先手二技能 打出他的护盾 占用一技能 因为他的一技能 只能免疫一次技能 这样我们就不会浪费 一技能的减速效果 这边先吃个雪包 观察小地图 发现江紫牙来抓我 假装没看到 直接去打庄周 这里一技能留给江紫牙 打这条鱼 用二技能普攻 大招弱化就好了 这边二技能直接秒掉庄周 江紫牙二技能 把自己给坑了 我笑了 紧接着一技能跳到他身后 疯狂普攻 接二技能普攻 直接秒掉 这边提醒大家一下 玩这种出纯输出套路的英雄师 一定要保证经济领先 无论是纯输出陈晓晶 还是纯输出吕布 都要在前中期 想方设法抢经济 不然中期打团很难操作起来 这一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吸血鱼的伤害 我们先跟他对点 然后残血开启大招 一技能追击 普攻 二技能 这时我还剩三格学 我还想给他一次二技能的时候 他一发二技能 我直接黑平 这个吸血鱼还是很好玩的 这两天我准备 重新做一个吸血鱼的视频 复活之后 直接来东路草丛 蹲对面打野 猴子进草一瞬间 普攻二技能 开大招 普攻 弱化 打出大护盾 一技能减速两下带走 不管大家玩肉装陈咬金 还是攻击装陈咬金 一技能千万不要当成一个输出技能用 尽可能等对面交了位移技能再用 最后一波团战 李白利用裴行虎刷大招 装周来堵他起点位置 张良直接大招控主 这时候猴子进场 我们开启大招弱化 回头直接打这四个人 牛魔大招立功了 我们一顿普攻加二技能 完成三连决胜 这时候加罗赶来支援 闪现普攻带走旅途 之后三发普攻团灭对面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什么英雄可以克制纯输出陈咬金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下会十年生哦 我的名文是 七火源三无双 七狩猎三夺翠 十阴眼 装备攻速鞋 允星 后期合成暗影战斧 电刀 无尽 松尸 破军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